嗨各位小财神大家好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YouTube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 其实看画面你就知道 就是我们来聊聊台新Richard数位账户 在2022年上半年的权益如何 那前一阵子大家在我们上面 就是看到非常多的讨论 新户2%高利火属 但是旧户只剩下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我们的影片重点 跟大家讲三个 第一个2022年的权益公告 带你看一遍 第二如果你是旧户 你是270万的旧户 你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会给你一点指点 最后呢提供一些不错的可替代 数位存款账户给大家参考 所以呢事不宜迟 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 第一个我们2022年的权益重点 带你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拿起你手上的这个手机 然后呢扫描右边的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公告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你这边呢 他有写到说 这个活动其实从明年的1月3号开始 到6月30号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信用卡 还有银行都是走半年的权益 半年试水温情况怎么样 不错的话再增加加码或减码这样子 那他的优惠呢你这边看到如果你是110年12月1号之前就已经有这个账户的人呢 那么你就是旧户 如果你是12月1号之后才申请的你们就是这个新户的部分 那新户有享有什么优惠呢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是rechar新朋友 那你可以享有这个基本利率是0.04%再加上加码的1.96% 所以加起来就是2%的高利活储可以存这个30万 那30万的2%算下来大概是这个1500左右的这个利息 那这个利息你就自己可以去决定说到底OK好不好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老朋友 你像我跟我一样就是之前就是已经有rechar用好几年了 那么你必须要符合某些特地的条件才能拿到1%的加码 不然只剩下0.04%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部分 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完整的帮大家调列一下这个该注意的事项 如果你是新户尤其是你是在12月1号之后开户的 那当然就是符合这个资格 那么你可以享有的2%利率有0.04%加上1.96% 所以最高是2%的年利率 然后你可以存半年 从1月3号存到6月30号 你只要账上有大于1块钱 这个金额就启动就符合资格这样子 那你如果超过30万呢剩下多少 只剩下0.04% 那请大家就是大概不要放超过30 这样子可能比较划算 那它的给期时间呢 是每个月的月底会汇进去你的大户数位账户 那也提醒大家 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只到6月30号 所以明年的7月1号起 你就跟我们大家一样都是老朋友了 那就是一样就是只能够享有旧户的优惠 那这一次呢我简单做个减评 就是它呢没有什么门槛 你只要开户就能够享有这个2%的高利活处 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新户 那么你现在可以上车绝对没有问题 那跟不跟团没有关系 你只要在官网申请 或者是找其他通路做申请 你都可以拿到2%的高利活处 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我觉得事关重大的反而是旧户 因为有270万左右的这个网民通通都是旧户啦 那这个旧户也包含就是2021年才上车的人 你们全部都被打成旧户了 旧户有什么优惠呢 它有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才能拿到1% 先讲一下活足利率 它说0.04再加上0.96 所以最高是1% 你还记得吗 其实在2021年的4月左右 它有做一次权益的变更 它那时候的说法是说你必须要完成ACH 就是从其他户头每个月扣2万进来reach out 才能够拿到这个额外的0.24的加码 就0.26吧 然后加0.04加起来是0.3 但是它在明年呢 它把这个ACH的这个条件给取消了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呢 就不用钱再搬来搬去了 你只要有存钱有符合规则 那你就可以想要这个利率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怎么把ACH给取消掉的话呢 我的部落格有写过一些文章分享 你用关键字就可以找到了 有兴趣也可以看下面的资讯来 都有说明 那你的存期呢 跟刚刚新户是一样的 可以存1月3号到6月30号 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那你的起息金额 一样也是要放1块钱以上才能起息 那这一次呢 有两个条件 你可以任意符合 比如说你账上要有外币 有外币满2000美金或者是1.2万人民币 那么就符合资格了 或者是你要用RECHR来购买基金 或者是扣3000块台币 或者是100块美金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符合这个启动的条件 感觉上没有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身上刚好都没有这些 闲置资金放外币 那你就必须要考虑一下 可能会有这个汇差的问题 毕竟换汇嘛 就一定会有汇损 不是说换进去马上就换出来 这样子是不划算的 那存款上限一样都是30万 以前RECHR最高好像是100万 然后现在就是来到30 以前有100到50 然后后来跳到30 就没有再往下降了 所以这一点也至少就是觉得 还不错 还有把持住这样子 那给期时间一样都是每个月的月底 就会到你的户头啦 那我这边也要做个简评 就是两个字缩水 今年2021年的下半年 他其实给的是1.2%的高利活出 但是呢他今年就是 年底之后他还是决定不要了 然后就是只有剩下一% 把0.2也去掉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呢 这其实是一个缩水的状态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就是把眼睛睁大 就是自己去做判断 那下一个 就是大家要怎么去判断这个新户跟旧户的资格 我做了一个表格 你看一下 这边 其实在2021年的12月1号作为切点 之前都旧户 之后是新户 那你这个新户的资格 新户的蜜月期只有半年 所以你自己也要特别的去斟酌 因为他们都是针对新朋友来做活动促销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 大部分的银行都是说新户里 就是只给首次开户的人 但是他们的部分呢 他们是动到动到的权益上面 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被你就是邀请进来之后呢 但是没多久 你马上就把我打成救护 那救护的回馈又不好 那我为什么要用呢 所以这会是大家的一个 一个一个最大的困惑点 就是那你到底花大钱把大家找进来 还是为什么 就是后来也不给优惠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的确是大家比较诟病的一点 所以呢 你现在是新朋友 将来呢 你还是会变成老屁股啦 那2022年的7月1号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变老屁股了 然后他到时候还会再洗一颇新的人进来 所以呢 这个台信银行他玩这种 这种所谓的行销手段已经非常久了 从两年前开始就是慢慢的这样做 那包括他的这个阿狗狗 这个现金回馈预期卡 其实也是一样的玩法 所以我们之前 好像半年前也有做一支影片 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270万的救护 到底要何去何从呢 我在这边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这边分成两个部分讨论 你可以看我们的表格 就是如果你有外币 而且都符合规则的话呢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那如果你没有外币的部分的话呢 你也可以做两个选择 我们先看有外币的部分 你之前呢就有参加活动 你也有外币换会了 好那也符合资格非常好 那你有2000美金在帐上 或者是你有1.2万的人民币在帐上 那么你可以继续无痛存款 就是1%的这个台币高利呢 你还是可以享有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我不会因为这样子 我就叫你赶快离开 这没有差 但是呢也有人有另外一种做法是 他选择就是 我决定要就是出走了 因为我觉得他的权益越改越差了 那怎么办 你就有两个路可以走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外币给卖掉 但是现在美金是相对低点 所以你卖可能就会有汇损 所以这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那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呢 有些人会选择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外币的美金 或者外币的人民币转到亲友的户头 可以因为台新它其实这个银行它还有一个蛮不错的功能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这个台新的外币账户 那你朋友又有台新的外币账户 你只要零贵做好约定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外币的资产 就是转移给你的亲友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是不会收任何手续费的 我就觉得很不错 所以之前有粉丝就是在那个粉丝页问我说 那我的外币要怎么办呢 我就说你可以把它换掉但是会有汇损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换给你身边的亲友 就是我的美金户头给我妈妈的美金户头 那我的美金户头为零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结清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外币 没有2000美金也没有这个1.2万的人民币 该怎么办 第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去买 不过呢 一样会有面临这个汇差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现在买了 未来你卖的话呢 有没有可能会有损失的问题 如果美金越来越低呢 所以未来这个汇率的事情 没有人会知道是会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这个必须要考虑清楚这个风险 那么你买了外币跟基金之后呢 你就可以享有30万以内的这个高利活储 但也请你要去特别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外币的机会成本 也必须要考量进去 比如说你外币 你换了以30汇率新台币比美金30来算的话呢 2000美金大概是6万台币 你这6万台币被压在这个台信RTRA数位账户 没有什么利息 那个外币的账户基本上利息都非常的低 那如果你这6万块放在其他的高利活储数位账户 比如说LINEBANK 他的口袋账户可以放5万块钱 5万块钱一天生出来是3块钱的利息 那这3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如果你做了台信的这档活动 那你就失去了你原本可以拿到的高利活储 所以我建议大家把你想要设想的方案 通通一一的列出来 然后一一的去计算你可以拿到的利息 你再来决定哪一个利率是最适合你的 哪一个方案是最适合你的 那如果你还是没有买外币 你也不打算买外币 也不打算买基金 都不想做任何乘坐的部分 那么你就跟他结束往来关系 你就可以利用每个月5次的跨行转账 零手续费把你的钱分批转出就可以了 所以有很多种做法就是跟他乘坐还是离开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决定的 那我们这边简单的小结论就是 我就觉得说他不就是骗人家上车又大降好康吗 那我也特别的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是消费者最不喜欢的行为 因为我们想要开一个户头 我们就是想要跟他长长久久的往来 但是他把所有的利率都降低之后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觉得说好鸡肋 这个户头到底留着要干嘛 所以反而我自己现在都用他干嘛 就是如果我亲友要汇钱给我的话 我给他台新的户头 然后他汇过来很方便 或者是到那个全家去做无卡存款 这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你说要把它拿来做什么证券交易 投资我就不会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那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分享 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存款方案 推荐给大家 我这边整理了三个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永丰大户虽然说晚了这个Retra两年推出 但是他这两年非常的努力 所以他目前的这个开户数大概有到一百多万户了 那很多人会问说 他会不会就是走上台新的后城 这点的话我觉得大家暂时不用担心 因为他还没有那么大到可以开始摆烂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还不会 所以他还会继续撒优惠 大家还可以放心的使用一阵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什么优惠 我列了四个要点 你们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1.1%的高利活除 可以让你放50万 如果你Retra的30万转过来的话呢 你放在这边半年可以拿到1650元的利息 比这个Retra 大概多了150元左右的利息 所以这一点你们可以参考 那第二个就是他有20次的跨行提款转账免手续费 所以这个呢 你们也可以就是参考来使用 对于我来讲 要无卡提款 然后在中信ATM做提款 也是很方便的 他们现在有开通这个功能 前阵子我在我的大户TG的这个粉丝社群里面有讲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第三个大户头 就是这个证券的部分 他们的这个集团整合的非常的完善 那你现在呢就是新开户 证券户的部分可以拿到最低两折的手续费 每一个月在100万以内的交易额 买进加卖出 你都是两折手续费 应该算是市场目前相对低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你超过100万的话呢 就是6折 就是原始的这个折扣数 对于小资组如果只想做定期定额的话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蛮足够的 那第四个就是封存股的台股跟美股这种定期定额呢 这个功能他们做得非常的完善 像我的话呢大概已经做了快两年了 那台股放了20多 那美股大概放了五六十万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低手续费非常的吸引我 台股的话呢你每一笔一万块以内只收一块钱手续费 所以这一点帮我省下非常多的钱 那美股的部分的话它现在也取消了低销 就是最低100美金的限制 所以你只要100块美金 你就可以就是买美股了 所以美股的这个交易标的台股价 美股价有超过200档 这个也算是蛮不错的 所以提供大家这个替代方案的选择 第二个是Line Bank 我们上一集的这个节目 有跟大家分享过Line Bank如何使用 那有四个存款账户 这一次我帮大家再简单整理几个 不错的亮点 第一个它有2.2%的高利活储 叫做口袋账户 你Line Bank只要开户完之后呢 立马把钱汇进去 那么放5万块钱 每个月呢就可以拿到93块的利息 活动到明年的3月31号 所以现在开户至少还可以放3个多月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赚利息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Retra有30万 那你要转过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放1.2%的高利定存 那高利定存如果你要拿到1.2%你得放两年 那我们以半年来讲的话 你平均大概可以拿到1500到1600 1700左右的利息 因为你存半年之后到时候要解约 那解约的话还会再打一点点折扣 那你存期权短一点 其实就不会有利息打折的问题 所以它的这个1.2%的高利定存 其实数字也是比这个Retra的1%还要再高 那它可以做三笔存单最高100万 所以你可以100万100万100万最高就是300万 都有1.2%可以放两年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参考 那第三个是LinePank账户本身有5次的跨行提管免手续费 跟88次的自行APP 你从Line里面呢转价给亲友都是免手续费的 这个我在上一支影片也有解释跟示范给大家看 也很不错 那最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快点卡 快点卡在平日最高18% 然后周末假日在去城市最高18.5%的点数回馈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玩 然后每周一呢就是早上11点大家都疯狂的在处值 这个Family Pay的部分 那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参考我的粉丝页 我在早上11点 礼拜一早上11点都一定会分享贴文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回报 我说哎呀怎么办 就是都挤不进去 或者是哎真的还不错有赚到这样子就是有赚到就蛮开心的 所以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这个账户提供大家参考 第三个OminiU 好这就是OU数位账户 那OU数位账户因为他目前还没有开发一个自己专属的一个APP 所以我就没有再特别放这个画面 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亮点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呢这边有四个 第一个是1.85%的高利活出可以存20万元 那很多人都会想说那你现在给的这个优惠不是到年底吗 那明年怎么样 我经过我自己侧面去这个探访 好像大户还有这个OU数位账户 其实他们都有就是偷偷的跟我讲说 他们的优惠其实明年不会有太大的变更 但是一切还是要以他们官方公告为主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明年会不会就是整个优惠就缩水了 不会 没有多少银行就是会像Richard这样就是一直缩水一直缩水 但是这几家都算是还蛮有蛮有诚意的 那OU的话呢他现在的上车优惠是 揪团揪一个人就200 那本团的优惠呢我们要做加码 就是你现在跟团开户我就给你200 这个200是银行给我的我就直接给你了 那我们从9月1号开始上车的就符合规则了 好那你新开户拿到的这个信用卡 一样享有最高26%的这个刷卡金回馈 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再去官网了解一下 好那OU互互通再加上星光证券 好这个下单的部分呢折扣数比刚刚讲的大户头低一点点 叫做28折 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每个月100万或者是几百万的这个限制 所以你要交易当充五百万一千万 其实你用这个28折其实就蛮划算的 因为不论你就是到底是大户还是小户还是奈米户 用这个直接就是28折 好那他们搭配的这个星光证券的定期定额 好他最低也是一元手续费 盘中领股交易一元手续费 这点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偶尔我如果要在市场上面买这个股票 领股我都是用这个买 那他现在刚好有定期定额的活动 所以他开户的话呢 先送你三千块的证券交易折理金 那首次定期定额再送五百 所以等于是你在做定期定额的时候都是零元手续费 所以这个也算是那种集团整合之后 发挥蛮不错的效力 这也是我自己很常使用的账户 所以这三个呢都是我自己觉得不错的 然后整理完之后推荐给你 不管你要不要上车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他是好的东西 我自己也有在用 然后推荐给你参考这样子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金句 金句最简单的 这个金句就是一个今天的总结 那就是指线新人校 不见救人窟啊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最不喜欢的啊 为什么我拿了一个户头之后 最后就是变成说像一个渣一样 像一个垃圾一样就不好用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其实我以前也是非常喜欢这个Richard的产品 像你看他这一次全运会的这个卡命 我就马上第一时间就去换了 那我也是因为很喜欢这个产品 所以我才会就是在网络上不断的分享 但是呢他最近的这些行销活动 其实令人家都非常的头疼 就是都没有去在乎我们的救护 对啊像这本书 你看超级粉丝 如果他能够好好善待我们这些超级铁粉的话呢 说不定我们能够为他创造更大的效益 但是他都把我们这些铁粉通都赶跑了 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可惜耶 希望他就是可以越做越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分享给你身边 有在使用Richard亲友的朋友 有在使用Richard的朋友 那让他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明年的权益如何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新的资金去处 能够就是尽早达成这个财务自由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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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